海葵登陸台東在台11線有多處的樹木 是硬生生的被藍腰吹斷 影響用路安全 台東釋迦果農也做好防台準備 就擔心釋迦樹如果到福 恐怕爆修 另外雜貨店家也擔心颱風激連 搗亂生氣會受到影響 車前能見路差開到快撞到 才發現有樹木藍腰斷在台11線路面上 現象還生 台東東河鄉昌龍村 還有民宅大樹被連根拔起 村長憂心會影響安全 急著準備工具去處理 用鐵線固定住釋迦果樹就是希望能挺過強風 好雨的侵襲 果農表示颱風來襲 釋迦樹最怕的就是倒幅 會整棵樹報銷 所以之前就用水平棚架來固定 但其他農民如果沒有用水平棚架 恐怕只能看天吃飯 國農憂心天災造成農損 雜貨店家則煩惱颱風接連搗亂 生氣會大受影響 海灰颱風侵襲在台東掀起狂風暴雨 在地民眾除了憂心安全 恐怕在風災過後 還得收拾殘破的家園 記者恩榮 郭俊玲SNG小組台東報導